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四字。 四字的国语注音是四,四声四,四,四声四。 四是寿命,就是雌性的犀牛,头上长着一只脚,取起为青色,重约千斤。 它的皮既尖且厚,但纹理很细致,所以古人多用它的皮来做铠甲。 另外,已有用雾头刻成四伏地形状的器具,并在四背上挖一个圆口,下面垫一块很厚的木板。 这种器具就叫做四钟,是古人举行设理时放置绸算用的。 这种放置绸算的工具,如果刻成鹿的形状,就叫鹿钟,刻成老虎的形状,就叫虎钟。 此外,用四的角,制成的九气,便叫做四弓。 由于形状特异,一般很少见到。 四字因为不常见,有人不在意把它念成都,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。 都字的国语注音是德欧都,义生都。 都本是古时兵士戴在头上,以防护头部的一种头盔,又叫做都毛,也就是现在的钢盔。 都由于它的形状和保护作用,便衍生出很多用法来,像喇嘛头上戴的一种红金,便叫做红都。 古时妇女和婴儿,古时妇女和婴儿贴身穿着,来保护腹部的,便叫做肚兜。 用来盛装物品的口袋,叫布兜。 有一种用竹子或藤条编成的轿子,叫山兜或兜子。 兜子也可以做动词用,像包围起来捕捉,歹徒,便叫做兜布。 为了赚钱,四处包揽成街,叫兜兽或兜生意。 沿途观上风景,叫兜风。 无视闲逛或说话不直截了当,叫做兜圈子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四和兜子均收录在人部,而不是基部,书写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。 另外,也不要把四字误认为兜子。 今天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,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